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我是令东来 今天我要讲的是2014紫微斗数最新课程的第二课 昨天呢 我讲到了斗数的入门的一些东西 就是紫微斗数的概念 紫微斗数的核心理念 以及紫微斗数的流派 以及路存星的一些性质等等 今天上课之前呢 我要说一点题外话 就是命理师的职业道德 现在这个社会啊 算命的人呢 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呢 这些人里面有的是大师 有的人呢 纯粹就是骗钱的 我对各位的要求呢 就是多说真话 少说假话 不说不真不假的话 我知道有的同学跟着我学 他是想要学一门技术 然后去赚钱 他也老师跟我讲了 他说老师 我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 我怕我以后呢 混不下去 所以说呢 我交点钱 跟你啊 学习算命 你呢 认真教我 我也是认真去给别人算 我对每个人要求都是这样的 就是要你们多说真话 少说假话 不说不真不假的话 说到这里 可能有同学会问我 他说老师 你这个第二句话 叫我们少说假话 你没有让我们不说假话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 作为一个算命的人 有的时候说一点点假话 这是难免的 就好像 比如说 对方呢 他可能 是非常有钱 能够买到五套六套房子 你可以说他买到十套 就是把他夸张一点 稍微的拍一下对方的马屁 这个是不要紧的 也可能呢 这个人 他是一个当干部的 本来呢 他只能当到市级干部 你也可以拍一下他的马屁 你就说你能够当到省级去 就是把这个他的发展 把他的未来呢 稍微的说的好一点 就是这个人明明呢 他只能当到一个市级干部 但是有的时候吧 你可以稍微的夸大一点 你不能把别人夸的特别大 如果夸的特别大 那这个呢 就是不对的了 偶尔说一些假话 对你们 以及对这个算命啊 他是有一些好处的 至于后面这一条 是必须要大家遵守的 就是不说不真不假的话 关于这个假话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的时候说一些假话 会更加有用 而不是说让你们完全不说假话 如果完全不说假话 那这个社会上啊 你是混不下去的 但是你不能满口谎言 偶尔呢 说一下拍人马屁的话 偶尔就是夸大一点 偶尔的这个安慰一下别人啊 用假话去安慰别人 这个也可以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或者说稍微的有一点夸大 这都不要紧啊 这个呢 涉及不到人品的问题 你也不要太直 如果你这个人太直爽的话 这个也不好发展 后面这个要求非常重要 就是不说不真不假的话 什么叫做不真不假的话 有人可能不太明白 我这里呢 给大家讲 有的人呢 他算命 他只会算一点点 有的他不会算 像是别人问他 说是我这个店去哪个地方开 比较合适 我这个人去哪个地方发展 比较合适 他可能基础不太牢固 他就不懂了 但是呢 他不肯承认自己不懂 他就回口乱说 就说你往东方去合适 你往北方去合适 等等 就说一些这样的东西 其实他这样说 他自己也没有一个推理步骤 他没有把握去把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这个是他认为 你往东 你往北是一定有成功的 怎样怎样 他不敢有这方面的把握 这个呢 就是一种不真不假的话 你们必须谨记在心 自己没有把握的判断 千万不要妄下结论 看不清楚就不要看 千万不要随口胡说 去敷衍对方 包括我自己刚开始算命的时候 人家问我 他说这个店是开在城市的东南西北 哪个方向更合适 如果我告诉他一个方向 听清楚啊 我只要说东南西北一个方向 我就可以有这个数百元的收入 别的就不用讲了 但是呢 我老实的告诉他了 我说紫薇斗树里面没有这个东南西北这方面的这个特别的争验 没有这方面的特别的道理 所以呢 我对于你这个问题 我不好回答 我没有把握去回答 如果你自己不敢保证你说的是对是错 那就千万不要讲给别人 否则只会害人害己 令东来可以告诉大家 紫薇斗树他有一些严格的推理方法 如果是你一步一步的推敲出来的 推理出来的 那么你就会非常有把握 如果你不经过这些推理 不经过这些啊 把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分析 那么你这个判断呢 就很有可能是错的 你自己也没有把握 这对你自己是有害处的 对别人也有害 对自己也有害 好 我们呢 就不讲这个命理师的道德了 讲到这里 我就直接进入课件的正题 今天要讲的第二节是一词多意 紫薇斗树里面的星要 如同是语言中的单词 每一颗星 它都有非常多的含义 这就好像在英语里面 fat这个词就有58种名词用法 126种动词用法 以及10种形容词用法 在不同的时候 这个词啊 就有不同的意思 要联系上下文 要联系语境 去综合分析才可以知道它的含义 呃 除了英语以外呢 汉语里面也有一词多意的情形 比如说这个时 这个呢 去年我讲过了 今天再讲一遍 于义同志时 就是我回忆我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我回忆我童年的时候 第二个呢 是故时有物外之趣 所以啊 常常有一些超脱的乐趣啊 超脱于这个物品本身的这个物外的一些乐趣 这个一词多意 这个一词多意 不仅仅是英语里面有 汉语里面也有 包括斗树里面也有 就是紫微斗树 教学的时候啊 我在讲课 常常有同学问 他刚开始学 他问我 他说老师 天同星是福星 那么福星落在我的夫妻宫 是不是我的老婆就很享福 刚开始学斗树的人 他总会有这样的怀疑 就是这个五区星是财星 那么五区去了我的父母宫 是不是我父母就很有钱 或者说天同星是福星 去了我的子女宫 是不是我的儿子女儿就很享福 他们呢 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令东来自己刚开始学的时候 也是跟大家一样 就是这个子微星是皇帝 那子微星去了我的交友宫 是不是我朋友周围都是一些皇帝 或者说我认识的朋友都是子微 后来呢 我发现我这样判断是不对的 听清楚啊 就是如果天同星在你的夫妻宫 有的时候确实是你老婆享福 这个没有错 像天同星加上天福 又加上路存啊 加上画路什么的 那么你老婆呢 就真的是比较享福 但是大多数时候又不是这样的 你说天同加上情阳加上地空 加上这个火星之类的 那么你老婆呢 就不享福了 这个你老婆是否享福 我们就一定要看天同星跟什么星要组合 也就是我所说的联系上下文 做笔记 希望大家把这几个词给记下来 斗数 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学问 你可以把子微斗数和这个语言 语文呢 英语啊 给他联系起来 其实在众多的学科之中 子微斗数和化学是比较相似的 如果你们化学学得很好 那么子微斗数一般说来也会学得很不错 化学呢 它会有一些对于这个物质的分析 比如说锡硫酸 它是无色无味的 这个有腐蚀性的液体 你要把它所有的性质都要掌握的比较清楚 不仅仅是外观 也包括它内在的一些元素啊 或者离子啊 等等都要掌握的很好 斗数也一样啊 斗数这个天同心 它有很多含义 以后大家呢 会慢慢的学到 它在不同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意思 有的时候确实是你老婆享福 有的时候呢 只表示你老婆跟你年龄差距大 或者只表示你要娶两个老婆 甚至是娶三个啊 这都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你这个杀心太多了 那么你老婆呢 条件比较糟糕 这个也是有这种情况的 具体情况就要具体分析 要联系 它跟什么心要组合 联系你的命盘 整体结构是什么样 可能讲到这里啊 有的同学 他会比较难受 他比较痛苦 他说老师啊 你讲的这么复杂 我怕我学不会 我告诉你 不用担心 你刚开始学的时候 你能记多少就记多少 你不要想着一时半会儿 就把它学得非常 学得非常好 这是不可能的 学习任何技术 就算你是学这个理发 我告诉大家 你去这个美容的这个学校去学理发 你都得要学两年三年 你不要以为给人剃头 就是拿剪子剪几下 那么简单 现在去学理发 都要学两年以上 你可以想一下 紫微斗数 这门学问很显然 要比理发难度要高很多 你不要想着一时半会儿 全部学会 你要慢慢学 学到两年三年以上 每天都学 那么你就可以学得不错了 现在希望各位谨记 任何的一颗星 我们都要看 它坐在什么工位 与什么星要组合 把这个组合呢 这两个字要画圈 组合起来 那么就能够看 就是联系上下文 联系它的组合 联系你整体 命局的结构 那么就可以判断出 这颗星能够发挥出哪方面的力量 联系翻方复正 联系上下文 联系两夹 联系你整体的命盘 然后综合判断 它表现出来的性质 一星多异 就是一颗星 有非常多的含义 它是斗数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任何一颗星都起码有五六条意思 而多的呢 甚至是十几条 二十几条 三十几条等等 以至于无限多条 你们在学的时候 就是每一条都要学 慢慢的学 学的越多 你对它的这个感觉就越好 这个呢 它是斗数学习的一个难点 虽然很难 但是呢 你们也不要放弃 你们要一步一步的去学 现在能学多少就学多少 就好像我前面说的 鱼翼同志识 像是这个识呢 如果你是小学一年级的 你肯定知道 这个识是指的识后 如果你到了小学二年级 或者小学三年级 学了一些古文了 那么你就知道 故识有物外之趣 这个识呢 就是有识 或者说是识识 把这个识呢 给它叠死来 把它叠起来 就是长长的意思 就是识识 回头呢 我们继续说陆存心 昨天讲这个陆命数 讲到陆存心 其实没有讲完全 今天呢 就给大家讲的透彻一点 讲的清楚一点 这颗星呢 同样是有多个意思的 首先第一个 我希望大家把昨天 我讲的这些古文 能背的 你就背下来 陆存心 主孤 思贵 绝路 贵兽之心 长兽鸡之术 这些呢 都是要背的 我现在 我也可以给大家背下来 背出来 第一个陆存心 主孤 第二个呢 思贵 带有贵气 首先呢 它有孤独的含义 然后呢 它带有贵气 也有绝路的性质 绝路 贵兽之心 带有一个兽 带有一个绝 带有一个路 什么是绝 家官尽绝的绝 这个绝呢 就代表地位啊 你说你是一个有绝位的人 那当然呢 一般来说就是当官的 当干部的 那我们大家呢 都很佩服你 都很敬佩你啊 看到你之后啊 我们要低着头 这种呢 就能够说明你是有地位的人 得人尊敬 而路呢 它可以说是财富 第三条路是养命之源 能够长人受机 第四条 路存星的性质非常稳定 而且被动 这一条呢 是因为路存星属土 五行金木水火土 只要是属土的星药 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稳定的 都是比较稳定的星药 但是呢 不一定被动 就是这个路存星 它因为 它带有一个存字 它有一个存 所以说它是比较被动的 并不是说所有属土的都被动 紫微呢 还是比较主动的 第五条 路存的前后两宫 永远是羊驼 所以呢 在判断路存的情况时 两夹的情况 也不可以忽略 就是秦阳陀罗 夹路存 我们在看一个格局的时候 路存看完了 也要瞄一眼 看它的羊驼是什么情况 过去研究斗数的人 他往往急于求成 做学问呢 不求甚解 他只记得路存星是钱 是财星 是财富 别的就全部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路存是钱 你这样的人去做学问 这样的人去算命 他呢偶尔能算准 偶尔呢就算不准了 因为他只会一条 别的都不会 他忽略了另外几条重要性质 导致看盘不够精确 实准 实不准 说到这里啊 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些题外的话 是哪些题外话呢 就是我发现 现在这个社会非常的浮躁 浮呢就是漂浮的浮 躁就是躁动的躁 很浮躁 像这个社会 这个肯德基啊 麦当劳啊 他们这个鸡吃的鸡腿 这个鸡呢 叫做复食五天鸡 就这个鸡从出生开始 到他上餐桌 只有复食五天的时间 我就在想 如果我们吃这种复成的鸡 或者说我们喝这个可乐 复成的这个饮料 工业制品 这种把它给他这个 复成起来啊 复成的饮料 复成的鸡腿 复成的米饭 等等等等 我们经常在社会上吃这些复成的食物 那我们脑海里面就也会变得有一些急暴 而且变得浮暴 这种呢 是不好的 这个食物 它也会影响到你 学习斗数 它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理念 有的同学 他就巴不得啊 跟着我学三个月 马上就能够成功 有的同学 他巴不得一个月就会看盘 那这个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你越是浮躁 你越是容易上当 像是原来有人吹牛皮 他说我给人交斗数 三个月把你交到会看盘 六个月把你交到会看盘 这种打包票的话 他当时说的是自信满满 但是呢 他交了三个月以后 学生里面没有几个会看盘的 你让他学生出去给别人看 还是不会看 这里就交给大家 有的人如果天资非常高的话 那么有可能是三个月 或者是半年就会看盘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千万不要想着投机取巧 千万不要想着这个 呃 千万不要急于求成啊 去几个月就学会 或者半年就学会 没有那么简单 学理发 学给人剪头发都要两年 你不要觉得斗数啊 你聪明 几个月你就学的会 哪里有那么简单 你肯下功夫 那么两三年差不多能学会 你不肯下功夫 你十年都学不会啊 好的话不多说 我主要是要求大家思考一下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这么的浮躁 继续往后讲 比如说路存心 独坐子女宫的时候啊 这个算命的人呢 他们只能说子女带财而来 除了这一条以外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别的就都不会了 因为他们只认为 或者说只知道路存是财心 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那这个就会算命就会出问题啊 换了是我教出来的学生 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 基本上任何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推理 第一 由于路存心带有孤的特点 所以说当路存心坐入六轻公位的时候 他往往就代表着数量上的稀少 你不能说绝对的少 但是呢 他确实会减少你这个六轻公位的数量啊 在兄弟公呢 那就兄弟的数量会少一些 在奴仆公呢 那就是朋友下属的数量会少一些 在子女公 那就是小孩的数量会少一些 又因为路存永远被羊驼所夹 所以呢 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这个公位的人际关系 听清楚 有的影响的大 有的影响的小 并不是所有的羊驼都是把你的人际关系搞得非常坏 也并不是所有的羊驼对你的人际关系影响不大 我们综合判断才能知道这个羊驼的危害有多大 如上例就是假如子女公是空公 空公独座啊 一个路存星 这个呢 没有十四正要路存独座 那么一般说来就是子女数目稀少 并主晚得子息 注意在推断婚姻的过程中 子女公的意义非常重大 十分重大 因为他牵涉到一个连锁反应 这个连锁反应是什么意思呢 我这里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人他要测血压 我们都知道血液这个血压呀 他跟心脏有关 跟你的这个血管有关 跟你的血液有关 反正就是心脏啊 血管啊 血液啊 跟你年龄啊 也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测血压的时候 你是空腹 是你吃了这个饭 还是没吃饭 对你的血压也有很大影响 你如果说呃 吃了饭 那么血压可能是这个数字 你不吃饭 那么血压就可能是那个数字啊 有的人可能说了 他说这个你前面说血压是跟心脏 血液啊 血管有关 跟年龄有关 我理解 你后面说跟这个吃饭没吃饭有关系 我有点理解不了 呃 这个就是一种连锁反应 你吃饭 那一般来说是肠胃的事情 但是肠胃又会影响到你的心脏 心脏又会影响到你的血液 任何一件事 他都会引起很多后果 引起很多改变 包括你子女功是什么样 也会影响到你夫妻功 比如说古代 古代社会 他是重男轻女的 如果说你老婆生不出小孩 或者说生的都是姑娘 你爸爸 你妈妈就会说了 说你这个 不孝有藩 无后为大 你没有儿子不能传宗接代 那这个你赶紧纳一个小妾 或者说赶紧在外面再找一个 找一个二房啊 三房啊 找一个二姨态 三姨态之类的 就鼓励你去纳妾 这个原因就是说子女功会影响到夫妻功 希望大家把这个笔记呢 给做下来 这一条是很关键 我看有的人呢 他总是想要学什么秘诀 学什么秘法啊 找别的老师 就是学他们藏起来的东西 我告诉你 很多东西 他非常重要 他摆在明面上 但是呢 你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你没有一个这个发现关键点的这个眼光 看婚姻要以子女功做参考 这句话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比你在别的地方学的什么秘诀 学的什么秘法要重要的多 具体的推理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如果你生不出小孩 在古代社会 你的父母就会鼓励你去纳妾 或者说是去这个 再找一个 总而言之 也有可能让你把你老婆给修了 等等等等 现代社会呢 他不是非常的重男轻女 但是如果你没有小孩 你们两个人之间 他就 缺少一个润滑剂 缺少一个这个家庭的感觉 那么也容易导致你的夫妻功出现严重问题 总而言之 子女功 他对夫妻功的影响非常的大 有的同学呢 他看这个婚姻呢 只会看夫妻功的翻方覆证 这是不对的 看婚姻要看很多工位 首先夫妻功的翻方覆证要看 其次你命功要看 再其次你身功要看 再其次你子女功要看 甚至于我们要看到兄弟功 奴仆功 极恶功等等 很多时候你身体的好坏 也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夫妻关系 一件事 他要牵涉到很多个工位 这12个工位12个工位 你只用其中一两个 只用其中三四个都是不够的 最厉害的高手 那是要用到八个工位 九个工位 甚至于是十个工位 这个连锁反应呢 后面我会给大家讲 就是子女功可能会让你的夫妻功发生一些变化 发生一些反应 而夫妻功呢 又会影响到你的人生 影响到你的观度 影响到你的事业等等 等等 我们呢 就不多说 不把这个话题呢 扯太远了 继续讲陆存心 因为陆存心 他有孤独的性质 所以说坐入命宫的时候 他最好呢 是不要与天机天良 五曲等心同度 否则呀 这个人孤的性质比较重 会对人生产生不利的影响 稍等一下啊 我讲课的时候电话忘关了 不好意思 以后呢 每周六和周日讲课的时候 我想请大家关注一下 就是虽然说你赚的钱是正当的 有的人他是赚的都是正当之财 但是呢 人家还是会眼红 这个社会 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观察一下啊 有的人他自己心态 他有问题 就算说你靠你的真实实力啊 一个月赚十几万赚几十万 他还是觉得不公平 他觉得自己很厉害 觉得自己水平很高 但是自己一个月只能赚三四千 而你赚了十几万二十几万 他就很不服气 他就想要整治你 想要攻击你 想要排挤你 就算你赚的都是正当的钱 但是呢 他还是喜欢攻击你啊 喜欢排挤你 这个社会就是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天机天良五区等星与陆存同度在命宫的时候 最喜有腐臂同照命宫 可以减少你的孤独 这段话呢 是告诉大家 左腐和右臂是可以解孤的 我呢 把这段话呢 打字打出来了 就是如果说你的命局有点孤独啊 命宫有孤臣 或者命宫有寡妇 或者说你这个孤臣寡妇加上陆存 又加上天机天良 加上情阳 这些星要啊 都不利你的人际关系 但是如果你遇到左腐右臂 那么你的人际关系可以稍微的好转一些 腐致是可以化解你的孤独啊 不能说把你的孤独给完全给他解掉 但是能够减少 这个解孤呢 可以说 稍微改一下 就是左腐右臂可以减少孤独的性质 我这里呢 又在放鞭炮 有点吵 如果命宫有路存 而且正药是妙望的紫薇太阳七杀等强有力的星药 那么一般不会受人攻击和排挤 但是由于羊驼夹攻的原因 也会使这个人的命运受到限制 人生并不消反 这个很简单就不解释了 如果是天府跟路存在命宫同度 这个人呢 他的人生是比较有福气的 天府呢 是财星 路存 他是路星 既有财星又有路星 你又是天府复命 那么你这个人呢 很有福 而且呢 行客和灾害都是比较少的 在你身上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些变故 但是呢 你这个人性格方面 保守过甚啊 就是太保守了 因为天府星 他是保守的星药 路存星也是保守的星药 一般说来 就是你这个人呢 不愿意去这个开拓 不愿意去创新 也不愿意去啊 这个有太多的花销 不愿意做太大的投资 不愿意做这个风险太大的投入 开支不论大小都要精打细算 这是天府路存 做命的这些人 他是会精打细算的 天府本身是财星 如果与路存同度 就会相当重视金钱 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以前也有同学问我 他说老师 呃 我听你讲了那么多课 你没有认真讲过 怎么去给人算命 怎么去判断这个人的性格 那么我这里可以交给你了 比如说这个人的命功 他是财星比较重啊 武区啊 路存呢 天府啊 那么这个人呢 就比较现实 因为他的命里面 他的命功里面做的都是钱 做的都是财星 财星越多 那就越现实 这个钱就跟这个社会啊 他是积极挂钩的 你如果说想当一个超脱的隐士 你说老师啊 我想要离家出走 我想要到高山上去建一栋庙宇 然后在里面出家 那么你想当一个出家人 你这个人呢 就跟钱关系是比较小的 那么可能你的命功就是天良 可能就是天机 因为天机和天良 他跟的跟这个财的关系很小 你跟财的关系越小 那么你就越容易出事啊 越容易成为一个出家人 你跟财的关系越重 你像这个露存啊 画露啊 武区啊 这些的 那么你就有可能就会非常的现实 非常的重视钱 这个道理很简单啊 或者用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钱这个东西 他比较服气 你命里面的钱越多 那么你这个人呢 就越服 很简单嘛 命功的这些财星啊 路星啊 越多 那么你这个人就越服气 如果你命功的这个理想性的星要 像是天机或者天良 地空地节 这些星要都在 那么你这个人呢 就不是很服气 还是比较超脱的 比较能够这个忘掉金钱带来的东西啊 忘掉这个金钱带来的好处 稍等一下 我这里又有点事情 怎么星期天讲课这么多人打电话 不管他啊 我继续往后说 路存星除了孤以及财富的性质以外 他还是一个有贵气 有地位的星要 古书说 古书记载的杨良昌路这个格局 他最适合的就是读书和考试 命功如果安在卯功 就是命功里面有太阳天良 然后在三方复正能够会起到文昌和路存 又没有煞星侵害 那么就表示假帝登科金榜提名 风光无限 古代的这个状 古代的状元 他是地位非常高的 听我往下说 古代科举考试的状元 地位十分尊贵 可以得到皇帝的玉比钦锋 在皇宫大殿即刻丰收官职 就你这个人呢 考试如果考了第一名 考上了状元 那么马上就能当官 在明朝和清朝 状元他可以受六品的汉林院修饭 这个呢 比支县的级别还要高 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干部了 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现代这个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想要当到一个正处级 那么你要熬很长的时间 可能你到了五十多岁 都还没有到这个级别 但是古代社会 只要你考上状元 你可能只有二十几岁 就马上达到这个级别了 你可以想一下 这个地位他有多么的高 古人算命 他最重视的就是文昌文曲 因为古代呢 非常重视科举考试 现代呢 这个文昌文曲呢 也很重要 但是相对而言 不至于说是像古代 那么看重了 在现代社会 状元的地位 他是不如古代的 你说你高考状元呢 或者说你是一个北大的博士啊 也不一定 真的是特别有成就 但是如果你是格局啊 听好 如果你是阳良昌路 这个格局 那么你仍然可以在竞争之中得胜 前面我说了 我说阳良昌路 他适合去考科举 在科举考试中 考上状元 在很多的考生里面啊 几十万的考生 你考了第一名 那就是竞争得胜 在竞争之中得到胜利啊 比如说公务员面试中胜出几百个人 争一个岗位 然后就选了你一个 那么你的人 你这个人可能就是阳良昌路 格 你的竞争是最容易胜利的 别人都争不过你 在人民的选举中投票胜出等等 比如说你们这个县啊 你们这个乡 要搞一个乡长的选举 然后呢 你得的票是最多的 那么你这个人呢 就也有可能啊 有可能是阳良昌路 格 这里要注意 阳良昌路的表现形式 虽然发生了变化 但是这个格局带来的荣誉和地位仍然没有变 就是无论社会怎样发展 命工有阳良昌路 这种格局的人都适合在政界谋发展 或者在企业担任领导高层 总而言之 就是要趋近于有地位 有档次 容易彰显名声的工作 这里我要重点 还要大家注意一点 阳良昌路格 这个结构 它是不能见煞的 如果说见到煞星啊 像是文昌跟秦阳同工了 然后你会照到的画路啊 不是会照路存 那么秦阳就会影响这个文昌 那么你这个人呢 就会变成一个技术 技术方面的才华 以技术扬名 以技艺扬名 而不是考试成名了 仍然有名气 因为名气是文 是文昌 还有太阳啊 这个结构是最容易出名的 太阳加上文昌 又加上路存 这翻颗星 或者说又加上画路 这翻颗星就构成了一个出名的基础 呃 天良呢 它没有太多的名气啊 但是太阳 你可以抬头看一下 太阳星高高的挂在天上 有谁不知道的 有谁不知道太阳是什么的 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太阳 而且太阳星 它带有发泛的性质 它把自己的光和热啊 发泛到我们的地球上来 这个跟名气也是一个性质 我们讲这个人怎么出名 一传十 十传百 百传万啊 越传越多 那么你这个人呢 就出名了 出名 那要有一个传播的性质 这个太阳 他就在传播自己的光和热 所以说太阳就跟名气有关 文昌呢 跟才华有关 你才 你这个人有才华 也容易出名 然后又加上录存 那么你这个人呢 你的才华可以用试 做笔记啊 有没有录存 它是非常重要的 把这四个字给记下来 有的人有才华 但是他的才华不能用试 就说这个社会上不需要他这个才华 他生错了时代 可能很厉害 但是呢 他不能用试 不能在这个社会上有好的发展 他可能呢 就是没有遇到录存 没有遇到化录 你只要遇到录啊 阳梁 太阳 文昌 又有名气 你的才华又可以用试 那就更好了 希望大家好好体会一下这个才华跟用试的这个概念 不是说有才华就一定是能够赚钱 能够混得很好 这个是不一定的啊 我们继续往后看 就是为什么太阳天良 他会 阳梁昌路 他会考得这么好 他会这么有地位呢 因为太阳天良和文昌 这番科兴都有贵气 啊 这番科兴呢 都利于学习 太阳呢 就是说你这个人比较的有想法啊 你站的高 看的远 听清楚太阳也可以说是你的前程比较远大 我们大家可以这么想太阳星高高的挂在天上 所以说他去看别的东西 他比别人看的要远一些 比别人看的要深入一些啊 这个太阳也会比较聪明 做命的人也会很聪明 而天良呢 他是一个讲原则的星要 他会有一步一步的推理 他不至于说是呃 没有推理的东西呢 他可能就有点难以接受了 这是天良的一些正面性质和负面性质 而文昌呢 那不用说了 这颗星呢 肯定是利于考试利于学习的 再强调一遍啊 太阳星高高的挂在天上 所以说他就带有一个 境界或者是层次要比你高 你站在地上 你看的东西肯定没你在天上看到的东西清洗 他的位置比较高 所以说他就看的要遥远一些 看的要深入一些 所以呢 他也带有一个聪明的本质 带有一个虔诚远大的性质 天良呢 表示有原则 做学问那肯定是要一步一步的推理 一步一步的学习 那就是天良星他比较喜欢的 文昌呢 就不解释了 这番科星都适于都 都适合学习啊 在学习方面 他是很不错 但是如果这番科星没有遇到路纯 没有遇到画路 那也没有什么意义 路纯星 他是绝路之星 他既有地位 也有财富 跟太阳天良文昌组合在一起 就可以说是通过学习考试 获得了地位及财富 看好我的推理步骤 太阳天良和文昌 这个呢 就表示学习会学习 而且学得不错 但是呢 你这个学习能不能够给你带来钱 能不能够给你带来地位 那我们重点还是要看路纯和画路 如果你没有路纯 没有画路 那么你的这个学习啊 就只能够给你带来 给你带来名声 或者说给你带来一些别的东西 而不是说直接给你带来钱 也有可能你混的不错 就是说 老师 我是太阳天良文昌作命的 我翻方复证 也没有路纯 也没有画路 我感觉我混的还可以 我呢 在学校教书 我感觉还行吧 那么你这个格局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有路纯 那么你马上层次就大大提高 你没有路纯 也没有画路 那么你的层次就大幅度降低 我不是说你完全没有成就 但是如果你这三颗星 没有遇到路的话 人生成就呢 就普普通通了啊 就只能说是中等了 不能达到这个状元的级别 也不能够达到这个名震天下的级别 一般说来 所有的星 他都喜欢路纯画路 就是在翻方复证 会照到路纯 或者会照到画路 他可以增强自身的正面性质 同时呢 削弱自己的负面性质 这里需要大家做笔记 极无纯极 胸不皆胸 任何一颗星 他都有自己的负面性质 包括极星 也有负面性质 这文昌文曲 也有负面的特点 左辅右臂 也有负面的特点 有的人说 老师左辅右臂是帮忙 那左辅右臂 一般说来就没有负面性质 这也不对 有的时候呢 帮忙可能会变成帮倒忙 听好啊 任何一颗星都有他的负面性质 没有十全十美的 就是完全是好的星 也没有完全是坏的星 我这里呢 用词呢 是非常的 这个精细 用词是非常谨慎的 我没有说 把他的负面性质完全消除了 我只是说 把他的负面性质给削弱了 把他的这个正面性质呢 给增强了 希望大家做学问呢 要严谨一些 如果你的星药跟陆存同工 或者是你自己画路 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缺点 听好 如果你是会照到陆存画路 那么一般说来呢 就只有优点 而没有什么缺点 但是如果你跟他同工 同工的话 就被羊托夹了 你被羊托夹呢 就会带来一些缺点 带来一些危害 而且陆存呢 他有孤独的性质 这个呢 也会影响到一些东西 也会影响到一些事 这个星药自身画路 有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缺点 比如说天良画路 也是有缺点的 贪狼画路也是有缺点的 甚至是五区画路 他也有一些缺点 任何星都有缺点 希望大家紧记外星 最好呢 就是跟他三方相会 会照到 那么是更好 这个就没有什么缺点了 当火灵空节等煞星跟陆存同度 有的人可能说了 老师你说陆存星是正当的钱 那么我看了一下我同学的盘 哇 他的财博工是文昌陆存 还加上一个紫微 还加上一个这个画路去拱照 这个人的财博工 紫微文昌陆存 简直太好了 他确实是在政府机关工作 每个月赚的很多 但是我这个呢 那陆存就比他差 我这个关路工的陆存 加上了火星 那我这个赚钱呢 很辛苦 那我告诉你 你的陆存跟煞星同工 那么你的这个钱 你的收入就会受到煞星的影响 你的陆存呢 会受到煞星的支配 沾染上这些煞星的特点 煞星表示困难 表示挫折 你说你赚钱比别人难 人家是公务员 人家在办公室里面坐着 看看报纸 喝喝茶 他就能够一个月拿六七千 还有各种的这个按债的收入 而你呢 在工厂里面做这个技术工人 虽然说你一个月也有五六千 但是呢 你很辛苦 每天走出工厂 你就感觉这个身上啊 装兮兮的啊 身上养得不得了 这个车间里面啊 又热 这个光线也不好 反正呢 车间里面还有别的危险 有的时候这个机器啊 会坏掉 或者说这个机器呢 会倒下来啊 砸到你怎样怎样的 这个煞星就表示了 你会面临困难 你会面临挫折 也表示技术啊 因为你做技术工人的 或者是你靠一些 技术去赚钱 那么你跟人家 做办公室赚钱的 那肯定是 很明显能够看出来啊 一个人是坐在办公室 看报纸喝茶就能赚钱 另一个人呢 是靠技术去赚钱 这个在命盘上 是可以很明显的 查别出来的啊 就是察觉出来 以及分别出来 煞星加上火灵空结 这种情况一般表示 通过技术而获得正当收入 不是说你的收入就没有了 有的同学 他可能心理上有点问题 他说老师啊 我看了一些书 他说这个路存 最怕地空 最怕天空 最怕空王 哎呦 我这个路存刚好是跟天空同度 我这个路存就废了 什么叫废了 我就问他 我说什么是废了 你这种说法 或者说你看的这些资料都是不严谨的 用词就不对 用词真的不对啊 什么叫做废了 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软件 只要看到路存星跟天空同工的 路存星跟地空同工的 那就可以说他废了 你想想有那么简单吗 什么叫废了 这不是什么废了 只是说比别人的路存要差一些 人家是在办公室里面看报纸喝茶就能赚很多 而你呢 可能是拿一个这个电焊啊 拿一个这个扳手在修 修机器 修这个汽车之类的 你也能赚到钱 只是你赚钱比他辛苦一点 而不是说你废了 废了的盘 那是你完全赚不到钱的 听清楚啊 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 令东来的命盘 我的路存星 那不仅仅是跟地空同工了 我还加上一个天空 还加上一个地节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的财博工就是路存加上地空地节 加上天空 那么我这个人呢 也是技术命 因为算命也是一种技术啊 这是技术活 你不去认真学 你不去认真锻炼 你不去努力学习这门技术 你是绝对犯不好命的 这是技术活 这不是这个管理啊 什么什么的 没有那么深奥 他也是一种技术 算命也是一种技术 后面再往后说 古人拜师学艺 他自然呢 比读书辛苦 要读书考试要辛苦的多 你读书人吧 那就是读读书 坐吧 那里就可以了 我拜师学艺 我学做早点 我学做这个铁匠打铁的 或者说我学理发 你想一下你理发的学校都得 现代人学理发都得学两三年 你更何况是古代 古代的那些师傅 八九岁啊 你带徒弟八九岁开始跟我学 我只要觉得你这个技术没有学到家 师傅啊 他不准你出师 你继续给我打砸 你打砸呢 是没有工夫的 你继续给我就是帮这个人剃头 帮那个人剃头 你剃到让我满意为止 就技术练到让师傅满意 你才能够出师 可以想一下 这是 这是多么的辛苦 你给人家干活 干了十几年 你这一分钱 或者说是拿到的钱都很少 很累的 斗树全书 他有句话是路存心 若凑阳驼空 若凑火灵空节 不是阳驼啊 路存 若凑火灵空节 巧意安身 就是跟令东来所言是一致的 只要说你的路存在你的关键的工位遇到火灵空节 那么一般说来你就是一个技术命 或者说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了啊 你一般一般来说就不会是成为一个当干部的 除了以上这些特点呢 路存心还有一条重要性质 就是前后永远被羊驼所夹 其余老师的讲义里面有这个互路羊驼的说法 就是羊驼是路存的保护神 这一条呢 没有错 但是要强调一点 有的时候羊驼是保护神 有的时候他又变成了一个害你的东西 变成了掠夺你的东西 既可能是掠夺你 也有可能是你掠夺别人 挺好啊 反应在你身上可能是自身取材手段特殊 以不光彩的举动去赚别人的钱 也有可能是你自己被别人剥削 这个呢 可能有点难以理解 有的同学他就理解不了了 他说羊驼是保护神 你说有的时候是保护神 有的时候又变成了掠夺 可能是你掠夺别人 也可能是别人掠夺你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他就有点不理解 那我现在告诉你了 理解不了 以后慢慢学 现在你就记住 一颗星 他有多个意思 羊驼也有多个意思 在不同的时候 他就有不同的含义 有时他是保护神 有时他会掠夺你的钱 他会抢你的钱 有时呢 他又会帮你去抢别人的钱 听好啊 他也会帮你去抢别人的钱 这重点呢 就看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简单举个例子 像是这个马戏团 马戏团呢 我们看到这个有狮子 有老虎 这马戏团的老虎呢 会站起来走路 马戏团的人靠这个老虎 他能够赚到钱 你是普通人 我把这个老虎给你 我说你靠这个老虎去赚点钱 试试看 你肯定做不到 你无法去驯服他 这个老虎呢 很有可能就把你给吃了 把你的腿给咬掉了 这都是会害你的啊 羊驼 这些星药 如果你可以利用他 他也能够帮你赚钱 你不能够利用他 像就好像你是一个普通人 养了一个老虎 那这个老虎呢 可能随时就会把你给吃了 把你给啃了 你归根结底 就要综合起来看 看你能不能够利用这个老虎 利用这个羊驼 古书云羊驼夹记为败局 就是命宫有路存话记的人 前后被羊驼所夹 很容易有失败 但是呢 如果财博公有话记 被羊驼夹 却不一定是坏事 也可能有富贵 这个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 我个人在开始算命的时候 我也犯过这种错误 因为我开始学的时候 也是从口诀开始学 羊驼夹记为败局嘛 然后看到人家这个财博公 羊驼夹记 我就说 你这个财博公啊 是败局 你这人肯定没什么收入 打工仔 结果呢 人家非常有钱 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这个算盘的失误啊 现在呢 可以给大家一个思考题 就是为什么羊驼夹记夹在你的财博公啊 不一定是坏事 夹在你的命宫和身宫啊 却是这个不太好的呢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啊 同样是羊驼夹记 坐入不同的宫位 效果呢 截然不同 这是紫微斗数的变化很多 讲到这里 也可能有同学问我 他说老师 你说露存星能够长人兽机 我这个露存呢 遇到了好多煞星 是不是我这个人就妖兽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这个担心 他说 我的露存 遇到了好多煞 遇到了火灵呢 遇到了空节啊 四五个煞 我这人是不是完了 就是瘦短啊 其实不是的啊 一个人的寿命 不是只由一颗星决定 没有那么简单 紫微斗数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就是一个是就由一颗星决定 那是不可能的 包括我们看一个人的前程 我可以告诉大家 紫微斗数里面 观路主 紫微是观路主 太阳是观路主 天象也是观路主 连针也是观路主 这四颗星都能够管你的事业 管你的前程 不是说只有一颗星才能管 这就好像啊 打个比方 你要进一个公司 你说呃 我想要去这个单位里面工作 但是呢 我要脱关系才能进 那我可以告诉你了 你进这个单位工作 你可以找很多领导 不是说只有一个人才能够给你 安排你进去 你安排副厂长 可能他能让你进 安排厂长 他可能也能让你进 你的前程并不是只有一个人决定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 一件事绝对不是只有一颗星决定 一件事也绝对不是只有一个公位决定 你要综合判断才是 包括这个寿命的问题 你的命功 身功 福德功 乃至极恶功 起码这四个公位会影响到你的寿命 听好啊 命功 身功 福德功 乃至极恶功 都会影响到你寿命的长短 甚至是你的父母功 你的父母是否长寿也会影响到你啊 你父母如果长寿 那么你自己就容易长寿 这个道理很简单嘛 你父母都活到八九十了 然后这个高高 这个就是呃 年龄很大了 但是呢 他们还活得好好的 那么你父己一般说来也容易长寿 就是寿命这个问题 他要牵涉到很多公位 牵涉到很多星 牵涉到很多事情 不是只由一颗陆水星决定的 任何一件事都要看很多公位 任何一件事都要看很多星 这个是紫围斗数的关键 希望大家牢牢的记在脑海里面 除此之外 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也会对寿命产生影响 正所谓多行不义 必自毙 就算你命盘上显示并非受邀之人 但是呢 如果你好用斗狠 整天就是以为自己很厉害 整天在大街上身上背着一把刀 找人家收保护费 那么你这样的人呢 这命运呢 肯定是不会好的 请大家注意啊 命盘相同的人有很多 但这些人呢 绝对不是全部都长寿 也绝不可能全部都短寿 在推翻受限的问题上 也有过关的说法 就是倘若你度过这个关口 那么就是延寿十年 延寿二十年等等等等 一个人的意见呢 各位完全不必对你的寿命感到紧张 因为当代医学昌明啊 现在这个社会啊 很多绝症都是可以治好了 然后古人呢 推翻受限的方法已经不够确切 这个不好说啊 我包括我自己人家来问我 他说令老师 你帮我看一下 我大概能活多久 我一般也不给他看 除非是他真的是一个长寿命 那我就给他看 如果他只是普通人的寿命 活到八十岁的 我一般也不给他看 因为看了之后 他也会不高兴 因为他本来期待着自己能活一百多的 我给他说个八十 心里面也不满意 他不满意 然后我自己心里面也不舒服 这个呢 对我对他都不太好 那干脆呢 就不给他算了 另外啊 一个人积德的多少 你做了多少好事 积了多少德 那么也对你的寿命呢 有非常大的影响 你们呢 与其花费一大笔钱 找江湖术士问寿命啊 倒不如把这笔钱呢 捐给希望工程 对自己的好处呢 更大 更多 后面呢 我还是要讲虚实相生 今天这堂课呢 内容有点多啊 可能要讲到一个小时以上了 第三节是讲虚实相生 对陆存星的讲解 大致就说完了 现在要说的是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虚实相生 星的实相 是现实生活中 一切真实存在的事物 星的虚项 是现实生活中 并不真实存在 但是我们一直使用的客观存在的东西 这个虚实相生呢 我个人的网站上已经讲的非常细致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任何一件事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生物都可以说 虚实相生 呃 例如说我们的肉体 它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的精神 它是虚拟的 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思考方式 我们的思维 风格 都是虚拟的 但是我们这个肉体 我们的手 胳膊 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头发 我们的眼睛 这些都是实际的 虚和实 结合起来啊 精神和肉体 共同组合 那就成为了一个人 再比如呢 知识 它是虚拟的 但是承载知识的书本和光碟是真实的 这个道理也很好理解 我说知识是虚拟的 希望大家能听懂啊 知识就是虚拟的 而不是说是你能够把这个知识拿在手上让我看 你拿给我看的只是书 这书里面有知识 但是你并不能够直接的把知识这个东西让我看见 或者说让我知道啊 他有多重 他有多高 他有多大 这是无法描述的 你无法用啊 多重啊 多高啊 多大呀 呃 容量多大什么 这个去衡量知识 你只能衡量这个书本 而这个书本呢 他就是承载知识的 一个虚拟的东西 他就需要一个实际的东西去承载听好 包括你们的灵魂 你们的精神都是承载啊 都是寄托在你们的肉体里面的 你们的肉体 你们的肉身就是承载你们的这个精神的啊 这是虚实相生的概念啊 你们呢 大家跟着通过网络跟我学习紫围斗数 大家这个行为也是真实的 你说晚上八点钟啊 我不出去玩了 我今天呢 听听老师讲课 然后打开电脑 你坐在电脑旁边 这个行为就是真实存在的 我能够看见你 我或者说我能够知道啊 你在做什么 你坐在电脑旁边在听课 这个行为就是真的 但是你们学习的步骤 以及你们学来的知识都是虚拟的 你们这个通过QQ啊 通过这个视频 然后来学我的东西 通过网络 网络呢 就是一个虚拟的 学习的步骤 以及学习的过程 以及学来的东西都是虚的 而你们学习这个情况 却是一个真实的啊 学习的行为是真实存在的 呃 后面呢 再举例子 斗数里面是怎么用啊 有的人可能会问 他说你讲虚实相生 我能理解 呃 像我面前啊 摆着一摆着一瓶饮料 那是娃哈哈的这个 这个AD钙奶 这个娃哈哈 AD钙奶呢 它是 它是一瓶饮料 这个饮料就是实际存在的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有营养物质 这个营养就是虚拟的 希望大家呢 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去把这个虚实相生的概念引入到日常生活 你这个饮料 它是真实的 饮料里面的营养 饮料里面的这个元素 这些东西呢 可以说是虚的 斗数里面怎么用 我们就以太阳星举例 斗数里面太阳星可以说是你父亲 这个父亲呢 那就是真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存在的有多高多胖多重啊 活了多大年龄 这个呢 都是真实的 但是呢 太阳星也可以用虚拟的一面 就是能量的来源 这个口误啊 这里还是实际的 能量的来源 它也是实际的 比如说人体的心脏 你的心脏 你也可以看得见 也可以摸得着 你这个做一个透视 你就能够看见它了 然后呢 你也可以把手放到这个胸口 你可以感受到它 它也是真实存在的 太阳呢 也可以是汽车的发动机等等 也可以是名声啊 名气 你说你这个人名声有很高 名声很大 名气很大 这个名气就是虚拟的 名气 他看不见摸不着 就可以是虚的 还有这个善良啊 心软呢 乐于助人 乐于付出 乐于奉献 这是你的性格 这是你的优良品质 它也是虚拟的 它也是一种能量啊 它本身就是能量 是发挥传播的能量 能量就是虚拟的 我们以前看这个 呃 变形金刚啊 是原来的这个动画片的变形金刚 不是现在的电影 那变形金刚里面呢 它就有这个能量快啊 就是一个水晶一样的 透明的一个砖头一样的东西 啊这个动画片里面把它叫做能量快啊 这个东西呀 能够当成能量来使用啊 说是纯能量 那我告诉大家 这种东西不可能存在 能量 它必须要寄托在物质之中才能够发挥作用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纯能量的 包括太阳星 它也要寄托 太阳星的能量 它也是寄托在这个星球里面啊 不断的发生这个聚变 然后发生发出一些能量出来 虚的东西 它一定要寄托在实际的东西上面才能够发挥作用力 知识 你说知识这个东西 它一定要存在你的脑子里面 要存在这个书本里面才能够发挥作用 你不可能说你做一个东西 纯粹就是知识啊 这个知识呢 纯知识 纯能量 那是不可能的啊 再比如文昌星 文昌在实际的一面表示正规的专业书籍 也可以是学历 是证书 是合同 是学校 这都是实际存在的 你说合同啊 证书啊 学历啊 学校啊 这都是真实存在 看得见摸得着的 在虚拟的一面呢 文昌也可以代表感情 这个文人嘛 文人他就比较斯文 比较温和 比较有包容心 容易呢 这个减缓一些灾难的发生 能够减少行客伤害 也可以呢 是正派 是迂腐 是不懂变通的老派 知识奋夫性格 这个性格方面的东西都是虚的 也可以呢 文昌啊 也可以是飞楼直下三千尺 这样的粉饰 装饰与夸大的特点 这个很重要 我给大家举例呢 经常提到这个 这个这句诗就是飞楼直下三千尺 我会像你小学的老师那样问你 我说有没有三千尺 真的有三千尺吗 那你们肯定会说老师没有三千尺 那为什么他要李白先生啊 李白他要写飞楼直下三千尺 而不是一千尺呢 不是两千尺呢 其实这个三千尺就是一个粉饰一个装饰啊 一个夸大 这是一个夸张的修词手法 他就会把这个庐山瀑布本来呢 可能只有几百尺 但是呢 他要说成三千尺啊 听起来比较舒服 听起来比较厉害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种粉饰的效果 凡是煞星跟文昌同度的 那表面上呢 他就反映的是文昌的特点 实际上呢 那就可能是煞星的特点了啊 表面上是浮浮稳稳 表面上很和气 实际上呢 他就会发挥出这个煞星的一些危害出来 那么这堂课呢 就讲到这里 内容呢 稍微有一些多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这个理解一下 课下呢 整理一下自己的笔记 整理一下这堂课学到了什么 祝大家生活愉快 再见